为什么清朝宗室的人口始终没有明朝的多 清朝的宗室人数直到大清垮台也没有超越明代 这个事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第一点那就是清代的宗室里面 孩子的夭折率高得离谱 不仅小孩子难养活 整个清代宗室成员的平均寿命也是非常的低 我们在这里简单的统计一下 清朝从清世祖顺治年间到清宣宗道光年间 一共六代人的宗室平均寿命 在乾隆朝以前 宗室里面男性成员的平均寿命 普遍活不过三十岁 女性的就更低了 连二十岁都不到 在这种高死亡率的人群里面 活到八十九岁的乾隆皇帝 确实堪称是个老仙的存在 那这种情况在道光朝以后也没有好到哪去 比方说像道光皇帝 他一共生了十九个孩子 包括九个皇子和十个公主 这其中九个儿子里面 活过三十岁的只有五个 活了五十岁以上的有三个 这里面还有四个人是直接绝四 至于那十个女儿里面 只有五个女儿长大成人 其中最长寿的也才活到了三十三岁 当然明朝宗室也不是说他能活不死人 只是明朝和清朝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清朝到了后期 皇家出现了大规模绝四的现象 同治帝 光绪帝 宣统帝 全部绝四 从1859年开始 到溥仪被驱逐皇宫的1924年 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紫禁城就没有婴儿出生过 可以说是光出不进 可是明朝就不一样了 明朝管理宗室的方法和清朝不同 清朝是把宗室全部关在了北京城 不让随便出去 可是明朝就相反了 明朝的皇帝们是把儿子 分封到了全国各地 等到了朱棣静待成功之后 为了避免有人学自己 藩王们就完全被剥夺了 军政管理权和参与权 这就导致明代的宗藩们 没有别的事干 只能够玩命的生孩子 著名学者江桥 整理了清代的御谍之后 在1986年 撰写了一篇名叫 《清朝前期宗室人口状况的初步统计与分析》 这篇论文把诺尔哈赤时期开始 到清朝乾隆年间的宗室人数 进行了一个统计 到乾隆时期 爱新觉罗家的宗室人员 有4600多人 那明朝有多少人呢 明朝人王世珍 在他的个人著作当中进行了统计 别的不讲 光是志愿章时期分出去的 周王这一脉 到了明万历年间 就已经有了亲王一位 郡王46位 将军1349位 中位2559位 郡主县主1265位 数人15个 一共是5235个 他这一个藩王就吊打了 爱新觉罗家的总人数 那当然吃饭的嘴也就变多了 所以明朝宗室在明代后期 给朝廷带来了非常巨大的财政压力 明朝宗室人口能够迸数这么多 就是因为明代失败的宗室管理制度 明朝的宗室管理方法发生了三次变化 第一次是在朱元璋时期 模仿元朝的宗王出镇 去镇守各个地方 他的本意是好的 但是被朱棣给执行歪了 朱棣进来之后 就把宗王出镇变成了藩王养朱 禁止非大宗的宗室参与政治 到了朱祁镇夺门之变之后 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夺门的人 对于宗室的看守那就更加严格 可以说每次老朱建内部出一次事 那这个宗室的管理办法就歪一次 鉴于老朱建自己内部互撕的情节太多 以至于朱尤检在打农民军的时候 都不忘了看好藩王们 不让他们做事 而清代就吸收了这方面的教训 对于宗室的管理就比较严格 避免了大规模的养朱 但这也导致了后来 宗室的势力不断衰弱 最后出现了慈禧这样的大boss 对于宗室的管理